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细雪敢言 李宗盛逢星期一至五 为你识世情 论人生 习冲货费码头的工潮拖延至今 已经相及香港的形象 并且影响性遍及相关的行业 但政府由始至终 都是不安排你出牌 因为凡是有些选及香港形象的企业 有任何的工潮 或任何的劳资糾纷 政府都会重复处理 并且非常紧张处理 因为这是香港的品牌 货贵业是香港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 而香港从八十年代开始 是成为一个国际都会 一个重要的成功指标 如今的工潮 而伤害到货贵业的正常运作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香港大事 但何以政府似乎都是辞时未出手 出手亦都是不安排你 背后难免令人想到一些政治想象 政治想象在整个过程当中 无疑是有工会的介入 给担任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由于工会介入 令到比较柔散的工人 可以能够凝聚 同时集结了一些所谈判力量 有人批评 如果没有工会介入 在分层的意见当中 可以去凝聚和集中 实际上工人并没有一个 所谈判的条件 全世界来说 工会的势力座大 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相对来说 香港的工会 其实都未去到 可以像世界级的城市一样 可以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 实际上正面来解读 工会在谈判当中 其实可以担任一个相当协调的角色 而我看回香港工会 本身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政治角色 我这么说 香港工会本身也是一个政治团体 所以你说 不让工会介入 不让事件政治化 本身这句话就非常政治化 因为香港最大的群众组织 就是工联会 如果工联会没有政治化 大陈工联会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这个我相信也是说不通的 说回今次整个的运动 是从工运成为一个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的能够触发点 并非说工会有什么魅力 而是本身事件 有没有令到社会其他群体 都有所谓的触动感 但是看回今次事件 是暴露了码头工人那种 辛酸血泪 是一个非常之现代的工人哀歌 因此 就触动了香港社会的良心 这些良心触动自然 对很多的 受伤仇负情绪又出来了 受伤仇负情绪背后 在一种不公平制度之下 造成一种心理的不平衡 这是无怪市民大众有感的想法 实际上香港社会整体的政策 都是向商界倾斜 而商界的贪得无厌 商界的不断去膨胀 而从地产霸团去到很多行业的垄断 实际上是扼杀了社会的正常生机 当正常生机被扼杀 必须苗和种子 就要向旁边发展 所以这是社会的不断循环 和公运社园 这次也可能演变成一个社会的政治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背后足够一向权力的挑战 向权威的挑战 你发觉当人集中在一起 微小力量都成为巨大力量 可以向强大的力量挑战 这就是政治运动的起源 所以当我们解读这次 葵冲霍是码头的一个工潮 我们不要单看一次的劳资糾纷 而在香港一个极不公平社会底下 可以出现一次的反弹 这个反弹也能触动到 其他社会的群体 市民大众的良心 我们被压抑那种被欺压的感觉 一次的反弹 如果处得好好时 我们可以将制度组织完善 如果处理不移 只要令到社会上的反动情绪 不断抗张 所以要解读这麽复杂问题 就不是从一个简单的道德良心去解读 或者是教会简单的善恶二分法解读 一定是深入到事件的来龙去脈 前因后果深层次矛盾 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印象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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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